我们看到这个图中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呢 这里就是日本的一世志摩 在日本战后呢 一世志摩是被确立为国家公园 这里的这个英渔湾呢 是以米亚市海岸和文明侠尔的 我们看到里面的景观呢 是由较深的海湾 和大大小小的这个 错综复杂的岛屿所组成 这里的海域呢 海水非常清澈 微波荡漾 浮游生物呢 非常丰富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呢 是这里四季分明 这么一个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呢 是非常适合古辈的生长和珍珠孕育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说 一世志摩是养殖珍珠的发源地呢 因为早在1888年呢 日本人已经开始在英渔湾尝试养殖珍珠 到了1906年呢 世界上第一颗圆形珍珠就是在一世志摩诞生的 那么这个现代珍珠的养殖技术呢 是首先在一世志摩得到确密 并且呢 通过日本猪笼传输到世界各地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各个品种的珍珠 包括南洋珍珠 大西地黑珍珠 还有这个淡水珍珠 那么一世志摩呢 它不仅仅是养殖珍珠的产地 这个珍珠收成以后一系列的工序 包括清洁 分级加工甚至之后的设计镶嵌 整个珍珠产业呢 都是在一世志摩得到发展的 据统计呢 一件珍珠珠宝从零开始 珍珠养殖一直到最终 这个珠宝的完成呢 它中间是要至少经过三千人次的这个 处理跟努力的 所以是相当相当的珍贵和难得